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见不了几次 但时机成熟 便要聚上一句 化解 相似之情 平常见不到的那些美食大都比较宅 喜欢躲在深山密林里目风化雨 自在风华 龙须笋 第一 四叶深 黄金 光听名号 就知都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要想见到他们 得约好时间 翻山越岭 上门去请 一旦现身 必定会成就一番人间烟火 为美食江湖带来清新风味 鹅梅天下秀 物产丰饶的鹅梅山 养育了世世代代的山里人 来自大山的味道 是鹅梅人一生的情感记忆 生在云雾中 落入凡尘间 深山密林的冷竹笋 被乔首妙丝做成千丝万缕的龙须笋 为鹅梅人带来一生回味 山间美味与人间烟火的巧妙转化 承载了鹅梅山寻味人的勤劳和坚持 只有用心追寻 方得人间智慧 为了一道山位 曹远根带着儿子离开城市 走进鹅梅山 赶赴一场大山之约 把山位带出大山 奉献给最亲近的人 是曹远根每年都要做的事情 早了半天 你好老张老张 我们的车子都停在下面 都散了不到 中间有个大石头 这个是张叔叔 这是我们二草军 今天是最后一配生子了 没带了 其实是最后的了 才花那年就都没带了 来 我们往上面走啊 走吧 走吧 张荣泉是曹远根的朋友 每年秋冬转换的季节 曹远根都要来到他这里 采收山中的最后一批竹笋 这次进山 曹远根特意带上了儿子曹俊 离开城市的繁华喧闹 年轻的曹俊背上背篓 走进大山 走入竹林 亲历曹家几代人都经历过的打笋生活 当地人把财笋叫打笋 打笋全靠巧妙的手进去掰 紧贴泥土 抓住竹笋 用力一掰 顺势一拧一提 鲜嫩的竹笋就握在手中了 曹远根采收的这种笋叫冷竹笋 是冷箭竹的幼芽 生长在峨眉山区海拔一千四百米以上的高山 竹林繁蜜 脚下不平 崎岖难行 冷箭竹 细长高挑 竹节上长有锋利的短刺 一不小心就会被划伤 需要眼观六路 手脚并用 毛活了大半天 曹远根和曹骏收获颇丰 从山上回来 曹远根带领全家为岳母制作龙须笋 刚采来的笋子容易坏 必须立即加工 用弯刀划开竹笋的外壳 露出笋体 一手抓住笋子根部 一手抓住笋尖 手腕用力往外一掰 顺势一拧 旋转中 一根翠绿的鲜笋就从深山密林来到了人间 将包好的竹笋煮熟 一是去掉竹笋的色味 二是软化竹笋增加韧性 这样滑损时 竹笋才不会断裂 更易成型 用钢针 从竹笋的根部向笋间不断滑动 直到把竹笋划成千丝万缕 如春风里的柳枝一样 飞舞飘逸 滑丝的粗细 玄平丰富的经验 太粗 烹饪时难以入味 也难以入口 太细 则没有嚼劲 难以品尝到龙须笋特有的筋道 龙须笋是一种加工笋 四细针 如发丝 壮弱龙须 之所以把新鲜的冷竹笋加工成龙须笋 一是为了更好的干燥保存 二十匹散开的笋 更易入味 也更易入口 制作龙须笋 是峨眉山里的人家都会做的平常事 金秋十节 一家人围坐一起 点起炭火 一边制作龙须笋 一边聊着家常 让忙碌的山里人难得的家庭聚会充满温情 曹远根总是用女儿的绣放比喻龙须笋 这是曹新梦最难忘的童年记忆 小时候花笋子振零花钱的时候 你就说这个要像爱护头发一样 轻轻地拉下去 划好的龙须笋要立即放到炭火上 烘烤去掉水分 以最快的速度锁住那份来自深山竹林的丝丝清爽 吹烟生起 小厨房成了新舞台 龙须笋炖土鸡 山里人最常做的一道菜 也是曹远根每次来岳母家必做的一道大菜 一把 一把 又一把 在巧守妙思的撮合下 竹林小青心与山野土货在热浪中相遇 一静一动 一婚一素 原本没有交集的两者在铁锅中激烈碰撞 翻滚出不一样的美妙滋味 开饭咯 开饭咯 吃饭咯 你吃饭咯 欢声笑语中 龙须笋香甜的味道在小院里弥漫开来 丝丝入心 来 妈 我给你捏个鸡腿 慢慢来吃嘛 曹远根和岳母真上英的感情深厚 当年 曹远根家里姊妹众多 生活非常困难 是岳母不顾很多人的反对 将女儿嫁给了她 如今 曹远根事业有成 一家和睦美满 老人心满意足 天然食材只需用最简单的方法烹饪 最朴素的举动 恰恰是最好的表达 获得峨眉灵秀加持的龙须笋 擅长用修长的身形 延续三味的美妙 千丝万缕中 宝占人间真情 挥洒出一声回味 相比滋味清奇的龙须笋 有一种山货 则以不修蝙蝠 粗狂待人而闻名 这种较第一的美食 长得很韧性 往地上随便一躺 野蛮生长 虽说颜值马马虎虎 味道却是内有乾坤 清晨伴着第一缕阳光 从小在这片山水间长大的湖平 便早早地出门了 它沿着城西顺水而下 取采是一种地表精灵 盘安四面群山环绕 土地疏松肥沃 丰沛的水汽与阳光在其中酝酿 给予了植物绝佳的生长条件 孕育出丰饶的物产 从城西棚的岩石到溪流边的地表 学名为普通燕珠藻的第一 静静地四处蔓延 时间让万物从沉寂到热烈 不时不时 品尝这一美味的时节如约而至 这一大自然馈赠的礼物 盘安人极为懂得珍惜与尊重 第一 胶质丰厚 滑嫩透明 犹如凝枝一般 雨水刚过 正是采摘的最佳时机 恰逢即时才能与山野的原味碰撞出一段机缘 虚雨采得青满龙 还家宝石 望碎胸 第一 不仅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 还是积锦荒年中老百姓果腹的食物 在那个年代 第一 曾是胡平母亲生前最爱的美食 也是她老人家一直惦念的菜肴 第一呢 里面有很多草根 还有沙子 剪的时候呢 就是必须要把它这个沙子都弄掉 然后呢 你也可以把它水上来弄一下 拿回去清洗就方便多了 窄洗第一 可谓是一件费功费时的精细活 一道道褶皱里藏着泥沙 无数草系密密麻麻的 吸附在细腻的地衣上 不用水淘洗上十遍八遍 很难清洗干净 在胡平的童年记忆中 窄洗第一的活 多使母亲亲手完成 从不让别人插手 都是她喜 她说 和助人助事一样 要细心 用心 第一是胡佳人餐桌上常见的绿色菜 烹制第一 讲究生抄 在保证鲜嫩的同时 也保留了营养 第一的做法并不复杂 却讲究耐心细致 被山野熏陶的鲜味 只需要简单的烹调 用盘安本地的焦白炒第一 不断的翻炒 让鲜味在火中凝聚 生发 直至水汽四散 留下丝丝甘甜的味道 清新鲜美 嫩脆兼备 与不同的食材搭配 就能幻化出 复杂多变的丰富滋味 煮熟的羊肉熬出白汤 再加入第一同烹 丰富的维生素 与羊肉中的氨基酸相遇 鲜味成倍放大 第一 在吸收大量的油之后 味道更为鲜香 过水后加入百合 冰清玉洁的质地 最能衬托第一的嫩坛 为了讨得好彩头 这道菜被其名为百依百顺 最简单的食材纵然可以百般演绎 盘安人最钟爱的 却仍然是它最纯粹的味道 这是历经时光所汇萃出的山野食味 在热油中混合鸡蛋煎制 简单翻炒 就能让第一释放出一缕缕 浓郁醉人的清香 出锅前加入枸杞和小葱点缀 团圆第一便出炉了 胡平借座第一来思念母亲 而家人们也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对亲人的追思 一桌简单 却寓意深刻的食物 每一味都是胡平所熟悉的味道 这些美味精灵如其唤醒了他对故人的怀思 俗世的烟火赋予了食物特殊的意义 给他们带来极许相仇 同时带来的还有慰藉与追念 第一长得随意 却靠着独到的清新滋味 征服了一众老饕 不管怎么搭配 第一都能低调入味 为人们的舌尖添上一抹跳动的色彩 相比第一的随性洒脱 坦荡世人 另有一些山货 则是玩深沉的高手 他们躲躲藏藏 不轻易露脸 许耐心寻找 才能一窥真容 这些平常难得一见的美食 深埋地下多年 有幸吃到 那可都是岁月的味道 昆宇山 横跟微海烟台两地 方圆百里 沟壑纵横 蓬莱 盈州 方丈的传说都出自于此 因此被誉为海上仙山之祖 如今 神话传说中的仙境多了几分烟火气息 云雾中的清新滋味 霞光里的饮食文化 让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这里苦菜清香 瓜果脆嫩 肥鱼鲜美 食物本身自带甘甜 无需复杂的烹调技艺 就能令人回味无穷 老哥 来来 走吧 好了 好了 上山吧 深秋 昆宇山腹地封山前最后的时节 酷爱跑山的于政国坐不住了 和同伴林军秀一起开始了神秘的山野之旅 等到好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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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来嫁去吧 我山山装得好一点 山丁也太长 生于丝 长于丝 于震国进了大山 就像进了自家的后花园 它是昆宇山上经验最为丰富的山客之一 药石同源 深秋时节 昆宇山里长势最好的就是四叶参和黄金 它是大山带给人们最好的礼物 也是于政国准备给外孙享用的美味佳肴 刚进山 于政国和林军秀就发现了一株四叶参 俗话说 莫道仙山多长老 只因常识四叶草 四叶草说的就是四叶参 深秋季节 藤万枯萎 养分浓缩在根莖之中 正是四叶参最美味的时候 而想要获得四叶参也却被轻而易举 唾手可得的背后是经验与汗水的积累 昆宇山七十五之一 哪个骨子我没去过 哪有什么四叶参啊 黄金啊 我全都知道 走 于政国不到十岁就被大人带上了山 十六岁开始正式独自跑山 五十四年来 昆宇山方圆百里 几乎被他踏遍 昆宇山被大海环抱 每天都有来自不同方向的海风 在山顶迪宕 洁净的空气任由呼吸 浓雾滋润着叶片 山泉滋养着根系 独特的风化土提供着充足的营养 得天独厚的环境 摧生出丰富的草药 这里草药的品类多达三百余种 新鲜的黄金往往带着麻色的口感 刺人咽喉 想要食用得经久蒸久晒 昆宇山的野生黄金 生于被淫山坡的石缝或湿地草丛里 能够生金润肺 具有补中益气之功效 但它生长缓慢 过小的黄金于政国不会采挖 它只摘下种子 拿回家去自己培育 等它长大了再使用 你看见没有 切肘子了 虽然参透了大山的秘密 成了山里挖宝的行家 但是山民们祖祖辈辈传承的智慧 也教会了于政国要靠山吃山 同时更要养山护山 它上山寻宝从来不会一网打尽 果实再好没有成熟就不会采摘 它会在心里画张图标注好位置 把这些宝贝养起来 半天功夫 于政国的背包已经鼓鼓囊囊 今天上山的任务圆满达成 你看老爷抬这个大包身 这个是药材 这个是像什么 像个狗狼 狗狼 真像个狗狼 寒一弄孙 无疑是人间一大乐事 于政国挽起袖子下厨了 四叶参炒鸡 黄精炒肉炖汤 不仅清香可口 还能强身健体 四叶参洗净后切片 鸡块焯一下 加入四叶参片 鸡块回锅 稍加翻炒后 即可加水炖煮 半小时后 鸡肉炖至软烂 即可出锅 四叶参去除了肉的油腻 四叶的鸡汤香气 渗入淡淡的深香 奇妙的食材组合 碰撞出独特的味道 令人胃口大开 而黄精又是另外的做法 这个吃饭有多种多样 可以生吃 也可以油炸吃 它永远甜 今天鱼镇国选择炒着吃 五花肉切片下锅煸炒 肉熟后下入黄精片 黄精脆嫩 稍加翻炒便可出锅 又脆又甜 爽嫩可口 有一种令人食之不忘的 特殊香味 来 咱们吃吧 老爷今天特殊给你搞的 开不开心呢 可以 来 谢谢老爷 真棒 一口吃了 好山吃山 养山护山 不只是山客们的习惯 也是所有昆鱼山人 融在血脉中的共识 不识不取 不熟不取 这是山民们代代相传的守则 也是他们能长久地 拥有美味的智慧 各地的特色食材千奇百怪 秉性各异 有的适合做主角 独霸味道 有的适合做配角 锦上添花 有的只能做调料 为锅碗中的热烈 烘托一下气氛 山味虽自然 还需有心人去点画 正是寻味人的努力和坚守 才使得山中美味和人间滋味 巧妙对接 烹出个山人合一 烟火宜人 吃出个美妙清新 刻骨铭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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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